猛 猛 猛 而在动物园里也有猛 猛 猛 检验者们走进动物猛宝贝 带领他们猛翻全场 敬请期待 净南跑马林野生动物园里生活着许多动物宝宝们 这些小动物憨态可居 萌气十足 今天的故事就和他们有关 谢谢大家 今天的任务 希望接一个比较好的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超级虎啊 要和母老虎打交道 走看看去 是吗 三向远 您好 打扰您了 打扰您了 我们接到一个任务是超级虎妈 这个刚当了妈妈的老虎要让我们来给它干嘛干嘛 还是个特别困很大的一个大老虎 今天呢 主要是让你们体验一下当虎妈妈的那种感觉 原来那母老虎是咱俩 对 现在呢 我们这儿呢 有十三只小老虎 刚三个月 三个月 对 对 你们的 今天呢 你们的主要任务呢 是确保每只小老虎呢 都吃上肉 这个园子里生活着十三只 三个月大的小老虎 它们其实才刚刚断奶 两个星期而已 别看时间短 老虎的生长速度可是均匀的 仔细看看 这小老虎的上下犬牙都已经大约有半寸长了 体验者们能成功接近小老虎 并完成喂食的任务吗 好可爱呀 那么多啊 可爱吗 不是 它怎么可爱 我这任务就交给你了 它好像做出一副公鸡的样子 那么多 这个各种花色的这个小老虎啊 它是不是还怕呀 它边吐你自家咧嘴的 边往后退 因为我们是这个陌生人 是吧 对 这个味道他们可能不熟悉 所以说他们做出这种防卫性的这种要攻击的这样的一种动作 还有那面全都是小驼 小老虎们也是第一次见这么多生人 它们迅速的聚集到了一起 并紧紧的贴在角落里 想员告诉我们 这是因为角落有两面是封闭的 这样能让小老虎们更有安全感 这是男朋友来人 蛇一蛇一蛇一蛇 这是干嘛的 这个是保护我们自己的 保护我们自己 来 你站到我们两个人后边 走 走吧 他不会从后面都跑过来吧 这两人大哥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先和他们亲近一下 对对对 先保持你那些地方 熟悉一下 但是好像很难跟他们熟悉 来嘛 快 我相信你可以 我这个树把我沾住了 来快走吧 你看啊 现在我们的龙牙已经 现在腿都已经软了 他一群在冲我们家 没事我来保护你 快 有我呢 快 你快走吧 我不想你 你快走吧 你快走吧 同学 你这么害怕 待会怎么完成任务啊 你看小老虎虽然也害怕 但他毕竟是山中之王 天生就会用虎啸震慑敌人 你站在这儿 我跟你背肉行 我站在这儿 对 然后呢 我跟你背肉 你走了 我们俩就跟着站着 他就忍心把咱俩扔在一群老虎群里 这个面对着这么多血盆大口 咱们现在任务是帮着饲养员 把这些小老虎 就是 康本在这儿 让他们维持在这个现状 因为如果跑太散的话 可能我们 喂起来会更麻烦 来快 我现在非常的需要你的帮助 来 快 我相信你可以的 不要 不要 没事 你能往前站点吗 你现在跑不了 没事 来 我保护你 就蹲在这儿 来 再给你一个 等着啊 宝贝乖 两个超级虎妈 待会儿就给你们吃肉 吃好吃的肉肉 好了吗 那个肉好了吗 你们不是去现切吧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是不是饲养员在戏弄我 去拿一个肉应该可以撒回了 它大概走了 应该有五六分钟了 您终于回来了 刚刚姓了没有 度日如年 度日度妙如年 怎么喂啊 这个 他们小老虎一照你的时候 趁机把这个肉给他帮 哦 对对对 不不不不 你看饲养员给的 他也并不是很温顺很顺利 就没吃下去了 嗯 我能快出口 其实刚才我还不太爱 你试一下吧 但是这个经常在帮着 边着这个杆子露头 知道吧 啊 到那里面扎到他 对对对 好 好的 哦 我先来 你 步伐要轻哈 嗯 嗯 你对那个小口 嗯 不是那两个 我绝对 慢慢的靠近啊 我决定为后边那只血虎 嗯 因为他看上去好像更温顺利 但是那只血虎好像被打在了中间 他就像一个王者一样在中间不怒而自危 因为十三只都要味道 我要把最难的先味道 把好味的丢给人家 哦 前面这一只好像已经要攻击我了 龙牙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还可以的 那只小老虎主动的把我那个时候叼走了 哎龙牙 快你可以的 你听我的位这一只 里边那一只 最里面那只张大嘴的 或者上边的 那上面的张嘴好 现在我明白什么就抱大腿了 那这只不会咬我吗 没事 它不会的 它咬也是咬到在前面的我们 加油龙牙你可以的 来 我也站在你的旁边挡 来 他想吃你看他也靠近你了 你看到了吗 不要 抽空 好 那太棒了 我们现在已经喂了两只了 下出一身冷汗来 两位体验者成功的喂出一块肉之后 信心打增 很顺利的就把这个角落里的六只小老虎都喂上了十 接下来 他们要到另外一个角落 为剩下的七只老虎还能这么顺利吗 我现在特别想问问你此时此刻这个心情怎么样 我刚才在那一直捧着一个姿势 我现在觉得我的背是僵的 其实这个饲养员大哥腿特别疼 因为被你抱的 那我们帮饲养大哥再把这几个给喂了 当好咱们的超级虎妈 好吧 那来的花银 我拿这个花银 我来一只 来 上 没事 我们就给叫的最新的那一只 对虾饼 这边的小老虎似乎更害怕 吓得把头全都埋了起来 体验者想要成功喂食 必须更加靠近他们 而另一边 刚被喂过的小老虎 则慢慢地走过来看热闹 似乎也在好奇 体验者能成功吗 怎么样 来 慢慢地靠近 慢慢靠近 先进一步 好 好 很厉害吧 还有这个几只 好像还有最后的四只 三只吧 三只 哎呀 饲养员大哥 我觉得 虽然我们已经喂了几只了 太累了 但是确实还是提心吊胆的 也怕他们受到惊吓 我看您现在也是这个大汗淋漓啊 对 我是替他没担心 替你没担心 看来这位小老虎真不是件简单的事 体验者们决定 让饲养员帮忙完成任务 这十三只小老虎中 确实有体质比较弱的 还不太会主动吃肉 为了保证他们的营养 饲养员会采取一些特殊的方法 把营养员帮扎起来 再把肉红装过来 这个就是把他们抓住是吧 要抓到这个手来也不能 力量要适中 也不能让它疼是吧 对 一定要把头往上调 来给您这个 谁有小一些的棍 那儿有一根 对 我们这说就需要强制性的 往里边填是吧 对 这样它能包着它吃上肉 它能包着它正常的营养需求 我刚才看见吗 那肉里头呢 我们特别添加了 那个微量元素 哦 已经添加营养了 对 你看这个动作特别的熟悉 但是这个动作比较危险 为了小老虎能够健康成长 饲养员不顾危险 都要保证他们能顿顿都吃饱吃好 看来这虎妈妈真是不好当啊 而在河北省吴桥县的马戏团里 有六只刚刚出生的小老虎 因为他们的妈妈难产 体质虚弱 无法给小老虎喂奶 这可把马戏团的刘团长急坏了 他现在要尽快给这些小老虎找个新妈妈 有人说动物园里有刚生了小羊的山羊 可以给狐仔们当奶妈 可是老刘马上就想到羊是站着喂奶的 而狐仔们不像小羊那么高 吃奶的时候根本就够不着 又有人打电话说 自己家里的狗刚生了小狗 奶水充足 但是仔细一问 不是贵宾就是腊肠 体型太小 根本就不能承受六只狐仔的重量 据动物专家们介绍 给小老虎当奶妈的狗 首先要体型庞大 刚生了小狗不超过半个月 奶水充足 还要性情温顺 易于相处 要找到这样的狗奶妈 在当时的紧迫情况下 仿佛大海捞针 老刘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说 自己的一条拉不拉多拳 刚刚生完了一只小狗 奶水吃不完 大家开始充满了期待 大黑狗 多少斤呢 九十斤左右 我生了几个狗 他说只生了一个狗 我说什么时间生呢 24号上午十点 我说行 正好符合我们条件 一个狗 果然 这条拉不拉多 就像大家所希望的那样 体型庞大 奶水充足 而且还性情温顺 他叫多多 就这样 多多带着自己唯一的孩子 小白 来到了马戏团 目前看来 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了 最重要的 就是狐仔们 能不能顺利吃到 多多的奶水 我一看这个狗 哎呀当时的心情 绝对没问题 一看那奶 基本上是要搭了它豆瓶 一看的是 要搭了豆瓶那种奶 一看的都 感觉特别壮 多多虽然很大方 温柔地躺在地上 但是狐仔们 却根本不认这位狗奶妈 也许是闻到了 和狐妈妈身上不同的味道 他们根本就不愿意 往这位狗奶妈身边靠近 刚一睁眼 就换了奶妈 小狐仔难免会不适应 但是眼下 又没有别的办法 小敏他们 补得不先狠狠心 先让狐仔 饿上一段时间 看看 会不会有什么转机 这时一个令人惊喜的现象出现了 小老虎们饿了半天 果然都趴在多多身旁 开始吃奶 多多似乎把老虎遛兄妹 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主动走过去 把他们叼回到自己身边 小老虎也把小白狗 当成了自己的兄弟 一起玩耍起来 没几天 又来了一位狗奶妈 还带着一只黑白相间的小古墓 他准备和多多 一起喂养六只狐仔 和自己的孩子 可是这一次 却不那么顺利 矛盾 就发生在奶妈之间 多多那小狗 养的三个小老虎 叼得对了来 走到这一半的时候 古墓过去 叼起小老虎往这边走 多多一看那个过去 咔给屁股 咔的来一口 两个人都打起来了 多多对这位新奶妈 没有太多好感 原因就在于 他当着多多的面 把小狐仔都叼到了自己的身边 多多吃醋了 当时多多一看 不行 他就把那个小老虎往他这边叼 我们也得打架 我们毕竟个子太小了 打不过那个狗 打不过我们的多多 眼前的情景让我们不禁感慨 动物的母性一旦被激发 竟有如此的威力 两条素不相识的狗妈 竟然会因为老虎的孩子 大打出手 最后没办法 不能天天看着呀 我妈演出 说的时候我们就中间 房子中间 打了个贴网子 不让他过 有这套网子 倒是他俩打不上了 这小老虎在那网眼里边 能来回钻过去 钻过来 小狐仔们就这样 在两只狗奶妈之间 窜来窜去 吸吮着他们的奶水 但是古墓的奶水 突然越来越少 几只狐仔费很大的劲 都吃不到奶 不久又来了一位 叫松松的奶妈 它体型较小 奶水充足 原因是 它刚生下来的几只小狗 不幸都夭折了 但它也因此很抑郁 就脾气也不好 随时老狗了 它就生了一窝狗 就流产了 它就生出来 看着奶水挺好 但是小老虎一吃都没奶了 这只松松奶妈 只是偶尔给狐仔们喂奶 但是经常很抑郁烦躁的走来走去 或者躲到一边 即使看到小狐仔张着嘴寻找乳头 也根本不予理睬 看来并不是奶水充足的狗 就能当好狗奶妈 就像专家所说 是不是有很好的母性也非常关键 而多多恰好就是一只母性很好的狗 那时候给多多顿的肉 米饭 那么一大盆 一开始我们老师说 怎么老师在多多吃的贝儿 一开始放到里边去给这几个小老虎带着它 吃的贝儿干净 这偶尔有小肠说 一晚上进去看看去吧 你看在这盆里边爬着 这似乎各小老虎 在里边吃米饭 按照进化的理论 动物的本能发生改变 需要上千至上万年的时间 可是我们看到 狗奶妈喂养的小老虎 居然跟着它吃米饭 但专家却认为 这只是暂时的 早上就不吃 早上以后 消化系统就完善以后 它那个煤的话 就基本上消化了一些 肉类 不能消化这种 淀粉类 跟狗奶妈生活在一起 小老虎们居然连天生吃肉的本能 都发生了改变 那么 它们天生不失凶悍的特性 会不会也因此而改变呢 小虎仔们还会认识 它们的虎妈妈吗 虎妞因为见不着自己的孩子 急得在笼子里乱转 小敏和小长 便把小虎仔带到虎妞跟前 让它们亲近 虎妞马上就认出了自己的孩子 放到嘴边舔个不平 可是小虎仔却不愿意在笼子里多待 尤其是看到奶妈走过来 就会立刻往外钻 虎妞很是着急 小敏有些不忍心 只好钻进笼子 把小虎仔放在虎妞旁边吃奶 也许是因为同样的味道 小虎仔一会儿就认出了 自己的亲生母亲 多多也来到笼子跟前 想看看小虎仔 虎妞还特意跟多多打了一个招呼 因为他亲眼看到多多 把自己的孩子带大 似乎在向多多表示感谢 小虎仔们就这样一天天的长大了 但是老六却一天天的虚弱 大概是由于他一出生 就严重缺氧并且大量失血 本来就虚弱的老六 连奶水都吃不进去 终于在出生的第二十二天 离开了他的哥哥姐姐们 转眼间四个多月过去了 五兄妹已经长成了健壮的小老虎 每天不停地玩耍嬉戏 他们此时的体型已经有一只脏鸥那么大 比他们的妈妈多多还要高和壮 他们已经具备了老虎的威力和攻击性 那么他们还能跟奶妈多多和平相处吗 多多在一堆老虎孩子面前 会不会有危险呢 我们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 多多不但没有危险 还跟五兄妹一起玩耍 当五兄妹之间发生争执时 他依然像一个母亲一样过去解围 多多在五只老虎中间逐渐显得渺小 但是他作为妈妈的威严和亲近 却并没有因此而削弱 五兄妹依然像小时候那样 在他面前撒娇耍赖 嬉戏玩闹 看着胡宝宝们健康成长 真让人安心 而在动物园里 体验者们又有新的任务了 生着生着没磨了 什么东西生着没磨大印机 还是让咱给老虎接生 一头五腿 这就是生着生着没磨了 最近这张照片因为这个搞笑的名称 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而体验者今天的任务 就是从刚才那十三只小老虎里 招出四只毛色深浅不一的孟加拉虎 并拍摄一张类似的造型照 他们能成功吗 现在这个任务比刚才那样难很多 因此要抛出手机来给他拍照 这种陌生的东西不知道他会不会有恐惧 他肯定会恐惧 而且现在你听 开始打雷下雨了 对 这个天气应该会对他 对他的这个感受造成一定的阴影 也就是说我们的任务是男上加难又加难 好吧 咱们先去挑出来第一只 那这样 龙鸭你去选 好吧 你去选 他自己过去了 这只是不是 这这这这只怎么样 那就是孟加拉虎吗 你看他他就愿意第一只出来 对 我觉得这就是孟加拉虎 他已经自告奋勇了 你听大雷了 第一只那就是他了 哎呀 现在啊 这这也有了 好好好 现在这个天宫有一些不做美啊 开始打雷下雨 仿佛真的是虎形生风 抓虎下雨 这这也有了 虽然天气不太配合 可是没想到 小老虎倒是超级配合 瞬间已经有两只毛色不一样的小老虎 聚集到另外一个角落里了 继续挑啊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排在第三只 对 第二只应该是排在那只金色的 好 还是后发 你过来 不要拿手 好了 不要让它们过去是吧 那只白色的可以放过去 白色的对最白的那只可以放过去 在饲养员的帮助下 第三只小金虎也顺利挑出来了 而在一片慌乱之中 又有一只小白虎也过去了 这个任务还真是有如神助 现在啊 我们已经把这几只小老虎呢 稳定在这一边了 你看 从深到浅这几个颜色都有了 但是 我们先完成一个半成品的任务拍照 我拍了一张了 其实这个任务的难点 就是分辨孟加拉虎和东北虎 大体看是不好区分 但是体看呢 东北虎它的花纹呢 比较粗 比较淡 挺深的呀 对 但是孟加拉虎呢 它的花纹呢 也比较颜色比较深 发如细长 它头型呢 也比东北虎的头型小 体验者的这个任务算是失败了 对这些小老虎来说 并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在另外一个地方 却有一个小动物 因为它特殊的毛色 而带来了一些困扰 在江苏常州 阉城野生动物世界的 阿拉伯沸沸馆里 我们惊奇发现 这里的沸沸 大小个头不一样 它们的毛发颜色 差别也很大 正常呢 就出生的沸沸呢 都是这个颜色都是黑的 然后等到它这个 到压成体的时候 毛色就逐渐 这个变成这种黄色 你如果要是这个 雄性沸沸啊 到成年之后 它就变成这个银灰色 原来沸沸在每个成长阶段 毛发会出现 不一样的颜色状态 刚出生的沸沸的毛发 是黑色的 可是 这是小沸沸出生时 她的毛发 竟然是人们 从来没有见过的白色 这让所有人 都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连沸沸管理的饲养员 胡成龙也没想到 自己负责照顾管理的 沸沸群里 竟然增加了这样一名 与众不同的新成员 当时我第一眼看见的时候 我不以为是沸沸 因为沸沸通常情况 还是黑色 小沸沸诞生那天 饲养员发现 沸沸妈妈手里 似乎在拿着一团 白色的东西 在玩耍 仔细一看 又让她大吃一惊 母沸沸手里 那一团白色的东西 竟然是一只 刚出生的 小沸沸宝宝 她可能是投胎吧 因为她没有做母亲的那种经验 她不知道如何带孩子 然后如果说她看到陌生人的时候 她可能会抱着她 有的时候她会把这个盗着抱 还有的时候她会提着她尾巴 到处跑 因为沸沸妈妈不会带小沸沸 为了不让小沸沸受到伤害 大家想办法把她带到育婴室 动物育婴室的张琳 看着这个小东西 有些担心了 小沸沸来到育婴室 除了毛发式白色外 和别的沸沸也没有其他区别 更没有任何反常现象出现 而且非常顽皮 没有任何怕生表现 因为她看起来像个小老头 大家给她取了个名字 叫老沸 老沸的出现 颠覆了常人对沸沸的认识 在国内外的资料中查询 没有人工养殖诞生白色沸沸的记录 因此她被认定是 全球第一只人工养殖的白色沸沸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 沸沸管理的两只公沸沸 和四只成年母沸沸 毛发都是正常色 为什么新出生的老辈却是白色的呢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她会不会得了白化病 那么老沸到底是不是得了白化病呢 我们决定给她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可是她太顽皮 一刻也不能停下来 她在箱子里跳上跳下 如果从白化病动物动作不灵活的特性来说 对于这只才几个月就活蹦乱抄的老沸来说 似乎很不符合 工作人员好不容易抓住老沸 可是第一次下地的她 似乎想尽一切办法逃离 为了防止她逃脱 饲养员决定拿一个项圈把她拴住 可是项圈太大了 她竟然自己挣脱了 而想再次抓住她 更是难上加难了 过来 张熙熙的 你现在就张啊 你 回来老大 抱歉啊 要走啊 好不容易把老沸抱了起来 大家决定先用手电筒观察一下她的眼睛 面对突然的强光 老沸吓了一跳 比较发现 她眼珠颜色和正常的小沸沸眼珠颜色几乎是一样的 并没有出现白化动物所常见的红色眼珠 第三步 看皮肤的颜色 大家小心翼翼的拨开她身体上的毛发 白色毛发底下的皮肤 呈现出的是白色中 透点粉色 因为肺肺管理的肺肺从没被驯化过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找来一只经过驯化的肺肺 看看她的皮肤又是什么样的 从这只名叫豆豆 成年肺肺腿上退毛的皮肤上 我们不难看出 肺肺毛发底下真正的皮肤颜色就是白色的 从皮肤上推测 白化病的推论也不成立了 老肺没有白化动物的一些显著特征 那么老肺不是白化动物 还会有别的原因吗 就在大家众说纷纭的时候 肺肺管理第二只小肺肺小白出生了 这两只白肺肺的出现 会不会像白虎一样 为了保存物种 通过人工干涉的方式 采用了第一代和子二代 进亲回交的方式 培育出来的呢 动物管理部经理许天次 马上提出了反对意见 虽然是在人工思想条件下 但是人只是提供给他 这个生活的环境和这个吃的食物 没有在他这个繁育过程中 采用这个繁育技术来进行 这个比如说这个育种啊 玄种啊 没有用 没有采用这些 所以他这属于还是自然繁育 如果说白虎是人类的实验室 培育结果 那么这群肺肺 虽然同样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但是从繁育培育的角度上 饲养员们没有做任何的干涉 并且这几只母肺肺和公肺肺 也不能证明近亲的关系 动物园的饲养员们 决定带老肺回到他的父母身边 毕竟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家 从未离开过育婴室的老肺 知道自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他表现出极度的恐惧 老肺能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吗 他的父母们能重新接受这个 自己嫌弃过的孩子吗 刚到费费馆窗外 老肺不停扒着笼子 发出凄惨的叫声 似乎要赶紧逃离这个地方 老肺的妈妈已经不认识老肺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 老肺还是表现出害怕的情绪 偶尔有几只肺肺好奇 过来张望一下 可是肺肺王却显得很淡定 对笼子外面的一切视而不见 其他的肺肺也很快失去兴趣 离开了 小小的肺肺的群体中 虽然只有六只肺肺 可是他们的原始形态还是存在的 他们等级森严 肺肺王没有指示 其他肺肺也是不敢接近的 外表特意 离开肺肺群体已久的老肺 难以被这个群体所容纳和接受 他再也回不去这个家庭了 而所幸的是小白 他从未遭到肺肺群的歧视 更没有离开过父母 因为珍贵 他更加受肺肺家族的宠爱 走到哪儿都是长辈们 争抢的对象 就在饲养员们对肺肺管理屡次出生白肺肺的原因进行探究的时候 第三只小肺肺又诞生了 毛色却是正常的黑色 三只小肺肺都是同一个父亲 却是三个不同的母亲 看来肺肺管理的传奇还在继续着 看完老肺的故事 咱们再回跑马岭动物园看一看 又有什么新的挑战 等待我们的体验者呢 小熊乐园里 生活着八只七个月大的小熊宝宝 体验者各选定一头小熊 每人出一道考题 比比看谁的小熊更聪明 惯然选择了一头个小但灵活的小熊 龙牙选了一个个头最大的小熊 现在咱们考试开始 这个呢 就是商考官准备的这个 真假苹果考试题 你看啊 这个是假苹果 这个呢 是真苹果 考试法则很简单 就是把这两个苹果 经过我的一分加工之后呢 放在这儿 看这个聪明的熊会选择哪一个 因为熊具有灵敏的嗅觉 张考官在假苹果上抹上苹果汁 而在真苹果上抹上臭妈布袋 然后放进园子里 小熊们会上当吗 一号熊宝宝走向了考场 两只可爱的大苹果 他会选择哪一个呢 假的 他在舔这个假的 哇 他好聪明啊 你看我这只熊宝贝 是不是很聪明 我太开心了 你看看他吃得多开心 他直接就把那个假苹果抛弃了 这就说明我这只熊 他具有了像他的选择 他的主人一样 他的考官一样那样高智商 龙牙的真假苹果考验 开始 还是放在这儿 假的 真的 又毫不迟疑的就走向了假苹果 哎呦 认输吗 丢人啊 真是有其主必有其熊啊 龙牙呀 我真是特别想安慰安慰你大妹子 你说人笨 熊也笨 叼着假苹果一路向天上去就爬上去了 快唱快唱快唱 哎呦喝啊 这假苹果吃的 OK 下一环节 哎呦 天哪 差点掉了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这个地形啊 在那个石头中间 有一个圆形的大洞 我打算呢 把这个西瓜 倒扣进去 看看小熊能不能给我把它翻个个儿 然后出来吃里面的瓜羊 如果能行 就算它赢 肯定赢它 看那熊那么小 怎么可能能搬得动这西瓜呢 哎呦 哎呦 你能再使点劲吗 我看它能不能抠起来 应该很难了 走 有点悬了 虽然好像闻见了西瓜味 可是这头小熊 可能平时都和伙伴们在一起 今天突然单独行动 有点害怕 它始终在园子里徘徊 为了能让小熊走向西瓜 灌染沿途撒了一些小熊最爱吃的蜂蜜 这回小熊是否能成功地吃到西瓜呢 你看它找到了 它扣不动那颗瓜 放心吧 看一看吧 它把上面的蜜蜜 这个熊果然是天资聪颖 我以后就跟你叫智慧熊 你是不是智慧熊看多了 哎你看 它开始试图先尝试用爪子去看 因为上面蜂蜜放太多了 你觉得抠得动吗 我觉得很难 因为刚才那只大母熊版 那只西瓜实在是塞得太重了 怎么了 我现在完全可以把你扔到熊窝里 我现在进去也没什么事你知道吗 你马上要输了 所以你 哎哎你看你看 哎你看 这个就是它身体太小 哎 我刚说它身体小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这只个头小的小熊 无法掰动西瓜的时候 它成功地把西瓜翻过来 并吃到了甜甜的瓜长 那接下来大根面对西瓜 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嗯 西瓜 这不公平啊 你的瓜有伴 我的瓜没伴 这比赛我不认啊 这个是瓜人 这个是瓜人 不想看那只上来换瓜皮 这个比赛我觉得不公平 什么不公平 你为什么给你的熊留了一个瓜瓣 好我算你过了 好吧 大个和灵活 一比一打成了平手 这场比试不分高下 而另外一场针对小动物的考试 即将要在福州动物园里 开始了 给他进行一个测试 小熊猫记忆的实验 工作人员准备了四个苹果 两个真苹果 两个假苹果 为了使假苹果与真苹果更接近 工作人员在假苹果的表面 涂抹上了苹果汁液 工作人员端着试验用的真苹果 走进试验场所 试验场所选在一个露天的庭院里 每天小熊猫都在这里活动身体 打闹嬉戏 平院里有一棵不大的榕树 工作人员分别把真苹果 挂在了两个不同的树叉上 小熊猫是树栖动物 平时 他们喜欢在这棵树上 爬上爬下 这时 工作人员把两只小熊猫 放进试验场地 他们通过食物 耐心引导小熊猫的目光 向树上看 反复让他们看到树上挂着的真假苹果 在确认小熊猫看到树上的苹果后 工作人员离开了试验场所 一只小熊猫 尾随他 追到门边 那个红筒 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条件反射的一个刺激 那原来这个红筒 跟他的食物是没有 在自然界中是没有任何关联的 那我们他 那我们把它建立起来 那可能就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以后 他就建立了这种关联 他觉得这个红筒 就是跟他 就是他的食物 所以每天他看到红筒 他可能就有食物了 所以他对这个红筒 就有一种青睐的一种感觉 工作人员离开后 小熊猫并没有马上上树 而是在地面游走了大约五分钟后 一只小熊猫才开始上树 上树后 他向左侧的假苹果方向爬去 找到假苹果后 小熊猫舔了几下 好像判断出这个不能吃 然后他调转身 奔向右侧 经过寻寻觅觅一番摸索 他终于找到了另一个苹果 并且享用了挂在真苹果旁的苹果块 因为我们在两个苹果里面都涂抹了这个苹果汁 说那个假的苹果也能上发出这种苹果的味道 也能吸引他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第一次 这我来判断他可能是一种习惯 就他记忆中认为这两个都是苹果的话 他可能只会凭着他习惯的一个路线 他比较喜欢往这边走 或者比较喜欢往这边走 就是这样 工作人员进去 取下了真苹果 第一轮试验结束 之后 工作人员又费了一番功夫 才把两只小熊猫从树上引诱下来 这时 工作人员重新挂上苹果 离开试验场 第二轮试验开始 工作人员离开不一会儿 一只小熊猫就直接从右侧树枝攀爬上树 它没有向左侧攀爬 而是直奔右侧的真苹果 很快找到目标 请大家记住 这是一只毛色较浅的小熊猫 第二轮试验结束 工作人员又通过红色小桶 把两只小熊猫从树上引诱下来 然后离开 工作人员离开不久 就有一只小熊猫上树 接着那只颜色较浅的小熊猫也跟着上树 这次 它还是一点也不迟疑地本右面而来 很快 它又找到了真苹果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那只毛色较浅的小熊猫才是苹果 会反复选择成功的路线 而这种选择的背后是记忆在发挥作用 因为它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它肯定知道那个地方是苹果 应该有这么短期的记忆 应该是有的 我觉得 为了排除其他因素影响试验结果 工作人员把真假苹果的位置对调了一下 看看这种情况下 小熊猫将如何选择路线 工作人员打开小门 放进两只试验小熊猫 几次找到真苹果的 那只毛色烧浅的小熊猫 很快上树 沿着上次的路线 很快找到苹果 但是这一次 它找到的是一只假苹果 它在假苹果前面停留了一会儿 就掉头向左面走去 很快 又找到了真苹果 真假掉换了以后 它就直接蹦着原来的那种位置 原来真苹果那个位置去了 而不是通过它的嗅觉 它可能就是 在它这个社会生活中 它还是 就是在短期里面 它还是平常的记忆里 马上就去找到 而不是通过嗅觉去闻 就说明这个小熊猫 就是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是经过一次一次的尝试 它在第二次的时候 就能够很快的 就找到这个目标 就是说 说明它的智力 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低 动物小宝宝们的故事 虽然结束了 但是它们的成长 还在继续 希望它们能健健康康 快乐成长